6月19号 成龙先生武汉参加成龙影视传媒学院的毕业典礼 据了解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成龙影视传媒学院2015年成立 成龙为首任院长 冯小刚 张国立 徐帆等担任科作教授 今天首届毕业生正式毕业 作为院长上台发言时 成龙坦言道 我是你们这里学历最低的 心情有点忐忑 什么院长跟大家讲话 还是有点忐忑 还有一点惭愧 年轻的我 我赚了很多钱 我拿了很多奖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想要的 到今天 你们问我 我还想要什么 如果可以回到童年 我真的想好好再重新读书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的 唯一的后悔遗憾的一样事情 所以 我很羡慕 所有的学生 毕业生你们 有这么好的大的时光 在这么好的环境 这么好的时代 有这么多人的关心你们 所以希望大家 真的要好好的把握机会 好好的学习 毕业了 到了社会 不管你还是继续进修 不管你做哪一行哪一业 还是要继续去学习 今天的我还在学习 成龙达哥表示 自己现在的经验都是无数汗水换来的 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同学们要珍惜学习机会 网络了新闻 祝大家毕业快乐哟 报答